重现农村景致乌日区五光社区发展协会 结合在地磁砖和支带产业 用马赛克拼贴在墙上创作牛车 Togatsu等图案 再运用支带编织饮水思源的字样 透过设造串联 展现五光社区 传承五张黎时期的农村风光 仔细抹上胶泥 再贴上磁砖乌日区五光社区发展协会 结合在地产业社区营造 用磁砖在墙上马赛克拼贴 重现过去农村景致 大家一看到马赛克一定会想到我们五光社区 这个也是代表我们五光社区的产业 而且大家会看到很多牛 这个是代表我们五光社区的精神 我们都把它当作我们的指标 就是一步一脚印慢慢的走 拿出设计图前后比对农村土角错 前方还只在庭院玩小钢珠栩栩如生 另一头还有赶家禽水牛和手压式水泵等 这都是一块又一块的磁砖拼贴而成 十几位民众合力利用清晨和下班时间挑灯制作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即将完工 这个很麻烦做这个很麻烦 这个不像说我们随便做一做不行 因为这个永远的你就要做漂亮一点 所以我都晚上差不多七点多来 做到十二点才回去 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故事 我们的五厨的故事 我想它感觉不错 五厨的以前很香 我一定一定很漂亮 我们这个做的都很漂亮 除了磁砖拼贴也结合织带产业 运用织带编织银水丝源四字 呼吁马赛克拼贴的农村景致 让年轻一辈的孩子能更了解自己的家乡 从画设计图到磁砖拼贴 再加入织带元素 居民化身艺术家齐心协力完成 透过设造串联了解五光社区 承载着武装离时期的农村风光